完整财经资讯尽在财经天地 中文投资网ChineseFM.com 创办人Warrant Wang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Warrant大胆建议 买进Apple 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Warrant Wang揭秘 未来十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不是梦电子书 微信Warrant Wang 2018 或拨打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听众朋友 各位投资朋友 大家晚安 这里是矽谷华人电台 我是周乐 今天是2019年的 11月5号礼拜二 首先让我们来欢迎 中文投资网的CEO Founder Warrant Wang 来到节目现场 Warrant你好 周小姐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 连续了好几次的 三大指数 都已经创了历史的新高 在礼拜二 今天11月5号 收盘涨跌不一 道指和纳指是小幅上涨 但都刷新了历史最高的 收盘记录 市场仍在横拳 国际贸易协议的前景 的可能性 乐观的经济数据 以及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可能性 截止收盘 道指上涨30.52 报27492.63 标普白指数小跌3.65 报8434.68 道指今天最高上涨是27560 那首先看一下纳什达克 今天收盘 小涨了1.48 报8434 刚才说的纳什达克 我报错了应该是收在3074.62 好这个就是今天的情况 通常碰到高点 因为前无阻力 从技术图表看呢 就是继续往上升 那这一次有没有跟别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请涡人来解采 好的 我想就是综合说一下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都知道 老师呢 通常会讲的都是他每次胜利的结果 而不会把过去失败的结果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跟大家回顾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说 大盘的总体趋势以前呢 我是说错的 就是在川普当选之前呢 我说这个股市呢 要有一个崩盘的可能 那么在川普当任以后呢 我就转回这个观点 我认为整个的股市呢 要会打涨 然后呢 最近几年的在 因为川普明年是第四年嘛 所以我在最近三年呢 都是可能周小姐也知道 就是他刚才还在跟我讲 一定要参加明年的一个大会 因为我跟大家分析了 为什么股市呢 还会涨很多很多 特别是苹果这只股票 很多问我说 这个苹果涨疯了 我觉得这个苹果明年 下半年呢 将是一个爆发点 因为你可以看在中国 很多年整个你去 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去坐地铁的话 所以发现10个人当中年轻人 可能9个在看手机 那么这个手机呢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说都用得上啊 都用得上 没有手机就 没有电脑 你可以还灰火 没有手机是不行的啊 所以呢 这个苹果呢 在明年推出5G的 大家的手机都要换 因为我们的4G的手机呢 可能接受不 再不能接受这个 啊 就是说5G的信号 所以这个会带动整个的行业 包括像斯科这种做发射机的这种公司 我说的比较简单 还有一些晶片的公司 那么 所以我认为啊 股市还会有一个10年的长的大牛市 希望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刚才呢 我也跟周小姐透露了一下 非常自豪的说 啊 在这个2009年以后呢 我们推出了这个 啊 五大牛股 在当时呢 我们觉得好 就是投资很多朋友 就是09年 大家可以上YouTube打这个 《沃人王》2009年 五大牛股 这个广告还在那里 那么 我们现在这个研究团队呢 把我09年到11年 这一段时间的这个 啊 表现啊 拿过来一看呢 周小姐 待会儿有时间呢 我还会发你一个啊 我我我感非常非常的感慨 就是说长线投资啊 真的能赚大钱 能够改变世界 改变我们的财富人生 刚才周小姐跟我讲到这个 呃 在我们硅谷地区有一个八千万的房子 现在降到四千万 所以老实话 我也很想进去住 但是呢 就是说 哎 一定要多赚钱啊 这个大家都没有疑问 怎么去多赚钱 是不是每天需要在股海当中 跌打滚爬 拼命熬杀 才能赚钱呢 其实过了五十岁 回过我的过去了 我发觉呢 为什么这么多投资 为什么无人王推荐了那么多股票 但是造就的百万千万一万富豪呢 不是那么多 其实就是因为大家不怎么相信啊 我们的一个长期投资的策略 怎么去投资 怎么去瞄准这个公司 怎么去做调研 怎么在下跌的时候 我们能够去分析 还要持有还是抛售 因为我们在电台当中 有太多的老师 无论就是告诉大家 哎 明天这个股市是不是要进去啊 我觉得这些老师呢 都是非常棒的啊 但是不免呢 我们这些学生呢 都比较笨一点 就没有办法马上学会 有没有又懒惰 又能够让大家赚钱的股票啊 我回顾看我三年 09年 10年 11年 3年的股市 可以说很多股票 比如说周小姐 当时这个 2011年我们推荐了这个 JP Morgan 这是一个非常boring的股票 对吧 大家说JP Morgan 这是一个银行股 对吧 大家天天在讲 那么其实银行股的 从2011年到现在的话 哇 那个 可以说 周小姐你知道 这个银行股啊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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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啊 您猜一下 2011年JP Morgan的股价是多少 我现在图表已经打出来了 那个时候是36块 对 现在是129块 现在是129 嗯 对 也就是说当时你投 我的建议就是跟大家讲 大家有没有钱 如果有钱的话 请大家做一个标准的投资组合 10万块钱 每一个股票投2万块钱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 你无法相信啊 这单中都是白纸黑纸 我们都可以去 去法院去验证啊 亚马逊 我们当时推的时候呢 是54块3毛6 到现在为止 这一个股票涨了3151个百分之 好 然后呢 不是说50股票都能赚钱 我还推荐了一个RIG 这个是RAID 石油股票 这个股票47块推荐 今天的股价呢 是4块7毛2 这亏损了90% 但是如果说 你当时投资了亚马逊 2万块钱的话 现在已经差不多 已经到了这个 接近2个million的程度 然后投资的苹果呢 只有12块钱 今天是250块钱 整整涨了十倍 那么再看2011年的回报率 JP Morgan 刚才我讲了23块 我们推荐了微软 当时27块 现在的股价呢 是多少钱 141块钱 微软的话 很多人笑死了 我说这个股票有什么好做 但是微软在做了云计算以后呢 就是换了CEU 不得了 然后呢 当然还是有失败的 像这个美孚 这个XOM XR Mobile 我们亏损了5个% 不是说每个股票都赚钱 但是如果我们每年就按Warrant王 我相信硅谷有10万的朋友 太多太多 所以今天告诉一个 大家大家好消息 我们这个整个团队啊 都跟我打电话说Warrant 拜托2020年度大牛股 你还得说 我们看了这个表现 我们热泪盈眶啊 所以 就是短短的不到10年啊 我们造就了很多的百万股 但是有很多朋友 他进来过 因为他们每天沉溺于 这个对股市的研判 对股市的这个怀疑啊 今天的其实我还要一点的 这样支持一下 我们的股市还会涨 就是中国人民币呢 突然变成了6.99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那么到底出现了什么事情 就是因为中国现在开了禁博会 有很多很多的迹象的显示 习近平还在拥抱这个开放举措啊 法国总理 法国总统也去了 所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其实周小姐可能刚刚回 从国内回来 或者从中国大陆回来 你你谈一下中国大陆的情况 我觉得中国大陆和这个我们美国 不去中国的两种看法可能是大向警惕的 你觉得这次你的盘管就是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这次的感觉 因为我们这次主要是以美食团为主 然后去的一些景点啊 都是对我的私人来讲是impact很大的 那这些景点都不是说一般游客常常去的 比如我们不去杭州西湖 我们也不到普通去看大楼 我们就是去去一些一般游客很少去的地方 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呢 坐大巴有的要转小巴 那这个路程都很远 当然飞机也坐了 然后内地的飞机也降落在北京的机场 他们就阐述是说以八分钟为准 就是飞机一降落滑到自己的通道 一定是要在八分钟之内 然后飞机停妥了以后八分钟之内 所有的行李就卸下 进入自己要领取那个行李的那个 平宽的那个地方 然后当然新机场是very impressive 你要知道我父亲 在1946年那个时候就是大兴县的警察局局长 那事隔70年 这个两岸的分歧啊 要分分合合 然后现在70年当中 中国进步到这个地步 然后台湾完全不但是停步啊 又不进展 现在你你只要是不进步 就一定是退步了 因为大兴机场跟首都机场比起来 首都机场看起来都像是一个黄脸婆一样了 那你更不要说是在台湾的 infostructure building 完全都没有花钱下去修理 这个两地的这个对比啊 显直是相差太多 中国的人我觉得以后不会有小偷 为什么呢 因为人都不带钱 都是用手机在支付 你说小偷强到要去抢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可抢 中国实在是在进步之中 所以据至于他的GDP了 会到6以下了等等 这些我是没有那么深入的看 我只觉得在50年之间 中国能够进步到今天这个地步 怪不得美国会嫉妒 这是我的感想 是是是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说人多好办事 当时其实70年代 中国刚刚开放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句话太可怕了 就是说我们国家这么穷 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人太多 其实我觉得大的经济企号 都是要人多 你看美国的话三亿 为什么欧盟 他们要把整个的欧洲国家都统一起来 主要就是说他们想建立一个 可以和美国抗衡的一个 一个一个主体 所以需要把所有欧盟都统一到 一个一个汇率 一个货币 然后整个的这个全部流通 那么看中国的话 有那么多 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 我们有四小融之说 我个个人觉得就是台湾的朋友们 也非常勤奋 只是这个市场是在台小 两千万的人口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人多好办事 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政治上面 就是因为是一党专制的话 他做很多事的 就会非常非常的 刚才周小姐说中国大陆现在要 小美小兔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脸刷刷脸 因为到处呢 无论是你去进宾馆 还是去这个住宅楼 你都会被刷 包括所有的你在走在大街上 你都会被看到你的 每时每刻都被监控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当然美国人来会很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就像李光耀总理说的 他说过这个西方的民主啊 它不一定适合东方 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可能更想做一个新加坡的一党专制 但是又快速发展 那么回到股市来讲啊 就是说大家同事们啊都说一定要推出2020年五大牛股 就是说沃尔你这个太棒了啊 因为你每一个股每一年你都会有亏损的股票 十年过来不是说你每年推的股票都是涨得稀里哗啦 我看了所有的组合都是有一到两个股票 五支股票总有一到两个会红的 但是总体上整个的portfolio非常惊人 就是说如果当时你每年投十万 你投我三年的话 你现在的价值已经差不多到六个million dollars 所以这个是一个震撼 就是说其实我们做三年做那么多久啊 我觉得是一个实验 就是说哎这个 当时十年之前我是四十岁五十 今年五十岁我还能做个二十年 所以我想在这段时间 能够给投资朋友一个好的东西 第二我觉得投资朋友你们投资的41K 你们投资的IRA 我觉得有很多问题 原因在于说我们的投资不是这么集中 刚才我也上次和周耀杰讲过 毛泽东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喜欢看国共之间的这个几大战役 那么所有的历史 我平时如果有业余时间 我会稍微看个半个小时这样子 我就发现毛泽东的战略呢 其实很多人说国民党的失败在于说 哎这个好像共产党是在依靠这个日本人 这个不断壮大自己 但是当时国共就是分开来的时候呢 当时共产党就是一个million对吧 然后蒋介石有八个八百万的部队 那为什么这个国民党最后被兵败如三岛出了他内部的问题啊 我觉得就是说毛泽东的战略是对的 他说他说用集中优势兵力去歼灭敌人 所以他下面的就是说如果说我一个军团 比如说张林普啊他在山东那一场战役啊 我觉得当时就是出现了大量的诚意啊 这个其他的这个部队啊 把他死死的围住八十万去围二十万的军队啊 那么我们投资的时候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用这个孙子兵法来投资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投两百只股票 而不投资五只股票或者三只股票 那就是分散风险的概念吗 但是您不这样子认为哦 对啊我觉得就是说所有的道理 其实共产党你不能说哎 日本人把他撑起来了 你再怎么撑他还是打不过 那么我觉得呢 呃就是说主要的原因还是毛泽东当时的策略是对的 就是说他有很多的 所以他后来有一句话 我觉得现在回过了头来看哈 比如说他说人多好办事 那当时邓小平说我们国家那么穷就是人太多了 那么多嘴干的呢 国家怎么养不活 哎现在反而不是这样 因为这些消费经济就怕你没嘴巴 就怕你扫嘴巴 所以我觉得投资这一块哈 如果大家要赚钱啊 一定要就是投资五只股票 然后把所有的资金就往里面打 那么如果说你就投资一只股票 当然这个风险是会非常大的 你可能投资了WeWork 可能投资了Uber 啊 那个不幸的话这些股票都不好 那么如果大家对我2020年啊这个五大牛股 1月1号推出这个服务有兴趣的话 想知道哪些股票的话 我希望大家拨打这个免费电话啊 18009588561 我觉得太深刻太深刻 一大会我会发给这个周小姐 这个所有的这些股票哈 我们的团队呢并不来找我 他们从这个数据库拿出来 就看哇这个Uber 这么多这么好涨 他们因为这些团队都跟我跟了十多年嘛 我才发现说 其实投资蛮简单的 只要抓住几只大龙头 然后持有坚定的持有 然后就是稍微分散一些风险 而不要像这个41K啊 或者说Aira这样那么多分散 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 或者Uber 2020年的股票 大家记住了开始报名了哈 18009588561 你要发财 你要去想买四千万的房子 我也想买 但是大家第一个目的就是要投入 然后再钱 然后再买房子 是不是 8009588561 然后我知道周小姐要进入这个工商信息 希望大家赶快获得2020年的五大牛股 谢谢 好的非常好 18009588561 进了工商资讯马上回来 董燕杰SBRE亿产实业公司 brokerowner 现有两房一域condo 762sqft 要价三十九万九千 董燕杰敬业诚信 可靠认真 电话及微信 6508671248 6508671248 第二一No.0151948 华人生鲜第一站 saywee.com CEO Larry Liu 带来双十一双周庆活动 年度最低价 南湾台湾同乡会会长 Jocelyn Wang 特邀台湾国家级文化团体 和洛歌仔戏剧团线上两场演出 独家冠名赞助GMCC万通贷款 James Dean C资深贷款顾问 John Ma 推荐自雇人士贷款方案 11月9号周六晚七点半 11月10号周日晚十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大家好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如果您已经超过65岁 并且已经有Medicare 是时候来重新检查一下 您现有的医疗保险是否有改变 也是时候来选择注册 更适合您的医疗保障计划 免费咨询电话408-677-7418 耐心细致专业 是我的服务宗旨 我是吴童 就在您身边的医疗保险专员 电话408-677-7418 Helen Ho是一位全方位的理财顾问 在她十多年的职场中 尽心尽力地为个人公司及团体 做财务规划 Helen Ho是资深broker 代理上百种产品 为特别的您制定适合您的理财大计 请致电Helen Ho 650-678-0718 诈谈详情 房东的福音 金算子惠敏博士 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He 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信用机构双向保障 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 靠谱维修 账目别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计通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 rent管理所有 房东甩手 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 353-0855 或he rent.com 查询 he rent.com 范语集团首创财富管理 一站式平台 是人寿保险 年金规划 投资理财 贷款 汽车房屋保险 一站式权威 总部位于洛杉矶 北加州 San Jose San Mattel Pleasanton 三个办公室 为客人规划最适合的 汽车房屋保险 是您财富管理的首选 北加州专线 888-831-8868 888-831-8868 范语用心 让您安心 德利洋团队首席执行长官 Michael Repka 将系统德利洋华语市场团队 于11月23、24 以及12月6至12月8号 分别出席在香港、上海 举办的国际高端房产盛会 现在跟德利洋团队合作 出售您的房产 将获得此展会上 向高端房地产投资者 曝光您房产的理想机会 详情 请致电德利洋 Audrey Sun 650-785-5822 650-785-5822 中文投资网 ChineseFN.com 创办人 沃润王 接受媒体访问预测 美股还在牛市中 大牛市仍在继续 大胆布局 长期持有 2009年金融风暴后 沃润大胆建议 买进Apple、Amazon 5万美金投资 现已超过150万美元 沃润王揭秘 未来十年超级牛股 亿万财富 胡适梦电子书 微信 沃润Wayne 2018 或拨打 1800-958-8561 免费索取 听着朋友 投资朋友 欢迎回到矽谷 华人电台 沃润王时间 沃润 那么我们刚才听到了 您即将要推出 2020年的五大牛股 我们真的是敲手以待啊 那我观察沃润呢 有的时候 他的是 有什么就说什么 但是有一些时间呢 你是运筹 帷幄于斗市之间 那比如说 现在是在2019年的年底 已经快要到2020年初了 那您作为一个企业 并且下面有很多分支公司的老总 那您考虑的一定是要方方面面 现在看到联储局 今年年内已经下调利息三次 然后股市呢 也冲的是最高 中美贸易战本来是 中美贸易的这个谈判 本来是要在智力举办的APAC 现在APAC取消了 那种种悬而未决的事情 都不会影响到 您觉得长期持有才是 在股票赚大钱的一个方法 对吧 是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又一直想跟你切磋的话 就是我们的团队 昨天就是 这两天就找到我说 这个长期投资真的是很厉害 其实我想大部分人都不要 都是都认同 但是呢 都是没有赚到钱 在股市当中 您觉得是什么 问题呢 我就觉得就是说 大家都认同 大家觉得哎呀这个 你沃人王讲这个东西 好像是老生常态 最好来一点新股票新概念 新的新的投资标的 我还想补充一下 就是刚才在节目的间隙当中 播放我们的广告 我们的微信号呢 是沃人王2019 2019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叫2018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周小姐 我们我就一直很迷惑 就是说明明山有宝 偏向虎山行 就是说明明知道这个长期投资 是很赚钱的 但是大家还是劈开了这个 结果就是回过头来一看 哎呀又错失了很多 所以我觉得是是什么样的方法 我个人觉得您觉得是不是一种投资的信念 投资的这种信念的力量 所给真正造就能够在股市当中赚到大钱的 可以为少而少 这是很智慧的 对吗 我觉得信念要是不是是不是要比这个观念更更为要重要一点呢 我觉得是观念信念 然后再加上信心 可能大家有的人是有这个观念 有这个信念 但是信心不足 比如就像我 昨天到了三大指数 到了历史的高点 我心里就一惊说 下一步是否就要下跌了呢 因为我就不知道这么久的人都说 下一步是否要下跌的了 那我的这个那个是不是该调整啊 人之常情 但是我还是没有动作就是了 我记着 我记着我很说的 长线投资一亿美元不是梦 我虽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要一亿啊 但是至少要fully exercise自己的upside potential 对 还有是不是他买了太多股票 今天看到500好 明天又看到wework好 后天又看到这个中国什么股票好 每天在寻找新的股票 这里头头那里头头那里头头 这也是一种信念不坚定的一个 呃一个一个就是说一个表现吧 我觉得影响我们这些投资人的重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呃没有一个很很强就是想想快速的致富 但是呢没有一种非常强的信念以及很强的一种定力或者说专注力 然后我们其中五只股票来不断的投资 一年只需要10万块钱 这就是我们沃人王2020年再度出山的原因 不是说我五只股票都是赚钱 因为我说话很实战 很多人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我们之间不会说 哎沃人吹牛吹的很厉害 只是说沃人王你讲的很实战 那我也讲的很实战 说五只股票里面一定会有一到两只不会让你 所以刚才我也讲可能是lost 50% 但是五个股票至少比你投这个二三四只股票呃要好很多 第二我看到自己的这个41k的话真的不敢苟同 这个觉得好像还没有指数表现的好 但是你说投指数吧也会投 但是心里有不甘 所以指数我能够跑得过他 怎么跑得过他 那我发现后我给你的表哈 周小姐待会我会给你看一个表 好 就是说这个表现呢 它是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长度啊 逐渐越来越拉开 就像马拉松我们在纽约 刚刚举行完马拉松比赛 一开始到时候很多人都挤在一块 是吧都翻不出谁赢 但是到了后面就知道了 哇这个某几个选手就跑得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长投资呢就是长线投资 哎呀很多人说不要说了 这东西不应该上周乐节目讲 我们需要听到的fresh idea 但我觉得呢 其实呢从这个过去的表现 越是老的东西越是沉闷的话题 我们不断的去吸收去啊就是说吸纳 那么我们沉淀下来我们安心投资的话 真的你的梦想你的生活的梦想 你的房子的梦想你的家庭的心目想 包括你下一代的整个的一个财富的梦想 都可能在这个投资当中实现啊 所以巴菲特他的伟大之处我觉得他从600万美金开始起头 到现在价分价400个亿你想想他赚多少钱 这个soft bank软银从2000万给了马云 现在市值整个公司达到4000亿之多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20年当中 这个定力以及信念非常重要 那么大家想索取我的2020年的五大牛股呢 现在有机会赶快打800958-8561来索取800958-8561 或者你也可以叫我微信欧人王2019 我同时会送大家一本一亿财富不是梦 我的圣经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改变大家现在的投资结果 可以帮到大家能够增加你的财富 很多周热的节目呢 周小姐节目都是帮大家如何理财 我是帮大家想帮大家增加你的家庭的财富 是这样的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将要在一分钟零十秒以后就要结束了 所以我把这个剩下最后的时间 让Warren对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做一个总结 好的就是告诉大家一个好兴趣 Warren王2020的这个五大牛股呢 将会在各大的朋友的支持之下 包括我们内部的团队 其实内部的团队他们每天听我的时候呢 都觉得我老生常谈 但是发现我的2009、2010、2011年的这个五大牛股 吓懵了 真的都是发财了 现在都不跟我Warren 我的公司都准备投这个股票 你说2020投啥 我说对了 你就是要集中投资 那么我的这个大家如果要想获得详细信息的话 大家记下这个电话 800、958、8561 不要认为这是老生常谈 中国的这个政局的变化 都不是一直的变化 我们可以看到 国共之间也是僵持了30年 才正是有这个新的变化 那么我觉得呢 就是大家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信念 投资也要有信念 而且要定力 要一直做下这件事情 把它做下去 那么要发财 就是打这个800、958、8561 我会改变你的人生 改变你的财富 谢谢周小姐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晚安 感谢 感谢Warren 好的 我们今天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接着我们还有很精彩的访谈 不过我做这么多年股票的感想 我就是觉得 矽谷弯曲的能人太多 专才也很多 每个周末的活动都很多 我们不妨静下心来 不要每一个活动都去 把这个周末 尤其是快到年底的周末 留下来 自己思考一下自己的财产 自己的怎么样群求发财之路 不要什么场合都去 静静的比什么都好 好 听众朋友上半场节目结束 感谢您 进一段工商资讯 马上回来 Kellen Willens的Michelle Wang 王真团队 拥有15年房地产买卖经验 专注加州首府 Sacramento County Elk Grove 并城镇真负责 专业高效的理念 帮您实现美国投资梦想 湾区买房锁定 Elk Grove 王真看房团 每月八十接送 湾区四个上车点 国语和广东化服务 查询请致电916-628-6042 916-628-6042 916-628-6042 或登陆 michellewanggroup.com 加州地产代理台 01477295 Trans Pacific 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限于年金的 General Agency 北加州 现有Fremont 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 也于San Mattel 正式开张 全美也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 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 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 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 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 Pacific 受限于年金的专家 Googam 您房屋贷款的首选 Googam 总部位于Sunnyville 在Curpertino Burlingame Fremont Presington Saramun North Jose 和San Diego 均有分行 Googam 贷款诚信可靠 值得您的信来 欢迎加入Googam 精英团队 请电408-720-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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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人生鲜第一站 SayWe.com CEO Larry Liu 带来双十一双周庆活动 年度最低价 南湾台湾同乡会会长 Jocelyn Wang 特邀台湾国家级文化团体 和洛歌仔戏剧团 线上两场演出 独家冠名赞助 GMCC万通贷款 James Dean C 资深贷款顾问John Ma 推荐自雇人士贷款方案 11月9号周六晚7点半 11月10号周日晚10点半 与您共享娱乐漫谈好时光 房东的福音 金蒜子惠敏博士 推出小地主自管神器 He rent 出租房屋管理服务 一站式平台 招租广告一键发布 三大信用机构双向保障 同频看房 网上签约 靠谱维修 账目比比清晰 年底报税一点计通 打官司吹租也不发愁 基本功能完全免费 He rent 管理所有 房东甩手 月下喝酒 请速电510-353-0855-353-0855 或he rent.com查询 he rent.com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 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大额 将不弄都可in house 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高至2000万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11月份 Compertino分行开放日 每周五下午2点 飞忙每周三下午2点 Burlingame每周四下午2点 指现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 650-996-1982 650-996-1982 预约 听众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 财经天地 到了Andrew B的时间 Andrew 你好 周朗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在2019年 联储局三次的降息 这三次的降息呢 造成很多好的印象 好的情况 经济啦股市啦 都达到高点 并且美国的经济 跟外国相比呢 还是领头羊 对 没有错 我想这个 今年啊 确实这个过得很快啊 一下就11月份了 然后 确实今年对这个整个 mortgage industry 确实一个非常不错的一年 特别是跟去年相比 去年完全不一样 你看去年这个地产价钱也高 然后利息也高 然后大家都在喊着这个 以后要加息加息嘛 对 那今天 今年从三四月开始一下就 转了 就变成降息降息降息了 对 风向改了 对 而且今年的这个整个的贷款 利息呢 这个确实这个一直就是说 跟以往不一样 就说 呃 他就说还是下降时间比较久 维持着这个 一直在在这个 至少在一个下降的趋势中嘛 并不见得说每天都低 但是确实是呃 呃 在这个同一level时间保持也比较久 嗯 所以那个对整个这个贷款行业 确实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年了 嗯 那现在您所接手的这些case是purchase的多还是refi的多 呃 今年当然还是refinance比较多嘛 因为这个 比例跟purchase来比大概是多少% 就是大概75%都是refinance 哦 25%是purchase 因为整个湾区这边第一个买房也比较困难嘛 嗯 呃 不是不是说这个这个这个价钱的问题啊 就是说第一个你买到自己房 喜欢的房子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整个inventory也比较少 呃 那么还是refinance 因为实际上你只要是17年以后 后做的贷款基本今年都有机会做refinance了 17年以后买房子的人 哎对 就是说因为现在的利息基本回到了15年16年比较低的时候嘛 是 并且但是现在的房价在某一些地区略有下调 对做refi有没有坏的影响呢 呃 影响不大了 因为整个湾区的房子就是说在实际上从12年开始 这个整个equity build up还是非常的快了 嗯 基本虽然是今年比去年的价钱要低一些 但实际上多数房子没有一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啊 除非是你去年买的 呃 这个会有一点这个问题 那多数的朋友基本上如果你以前买的房子 现在这个equity来讲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嗯 嗯 所以并没有到很crucial的境界 完全还没有 对 那但是你要一个人要拿出一点钱来才能做了refinance 有的人心里就不平衡嘛 那是不是有一些别的program可以代替它像conventional不能做到的program 呃对 现在今年实际上这个贷款概念还是放松很多啊 包括在信用的要求啊 包括这个对equity的要求啊 啊 那么实际上现在不光是我们知道的fha可以用这个就是比较低的首付或者说这个比较高的loan to value去做 那么conventional也也也有比如是5%down啊像这个fanny和fredd mac都有一些新的program就是允许这种比较比较这个啊啊首付比较低的这种这种情况去做跟这个fha相比呢就是相差不多 而且它最主要就是fha loan呢你要先由于afran的一个insurance要先付出去嘛啊这个insurance是pmi吗啊不是pmi是afran fee 那实际上啊对这个大概1.75%到2%啊所以这个蛮多的那这个像conventional我来讲他就没有这个要求啊因为我们要了解就是fha loan实际上是并不是garment给的loan是garment sponsor的loan 但是这是有代价的嘛就是你要付这个insurance在上面他实际上用这个insurance去呃去去去保险一样嘛去保险这个假如你这个default啊这样子呀 那是所以就是呃总体来讲今年就是呃我想多数做refinance的朋友还是还是相当不错的机会嘛另外一个跟以往不一样就是说呃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一直联邦减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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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们看来股市哎还是非常不错啊当然咯利息降低了股市当然又起飞对这个就是川普他的计谋啊他的阳谋啊对不停的骂骂联储局的行长说你这我做了这么多好 好事现在你利息又不减一直在增加抹杀了我做的这些好事啊对那这个联储局的主席可能也多少受到会影响了对对连续三次但他这次开完会他说也许减息的步伐到到此为止呃我想联储局来讲从来他都不会太这个预测很久嘛 因为他就是看这个月数据是什么我根据这个数据或者根据一个最近一段数据来定嘛也对呃所以他不会说哦我今天一定制定出明年的一个政策明年到明年再说吧对那还有其实这对我们homeowner homeowner来讲是最理想一个状态就是你哎你的股票股股票也涨然后利息还低呃我们看整个经济啊 这个这个上周的这个工作报告也是相当不错了你不管这个数据是怎么来的嘛但至少说你觉得哎现在美国的工作市场不错这个失业率很低啊这个突破膨胀率也不高啊那么这个嗯消费市场也很不错啊就是说好像没有什么太太大的这个这个缺陷嘛那唯一头风哎对那另外唯一的就是想制造业可能会差一点那是 那个是受中美贸易的一些很多这个这个出不定性不定性那如果如果中美贸易谈判真正有了结果那可能这个美国制造业也会相对好起来问题就是还没有结果啊本来他们希望在智利举办的APAC峰会上可以见面好像世界上都看到这个两个强国的领导人握手签个字哇那天下太平现在智利又call off这个APAC不办了你看看 对这个因为我想这个中美之间那种事啊基本也是每个国家就是其实他并不是一个大家都是想找寻那个这个出路嘛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啊比如像川普啊或者中国的领导人以外他还是有他本身自身的一个说我我不能把面子丢掉或者我不能这个我要是show off一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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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场或者我一些的这个比较强硬的方式嘛 所以这个就会造成这种谈判会拉锯的很久啊因为大家都要又要面子还要要结果这个是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情嘛对对好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事论事就看现在的十年的公债的回收率回到了多少的水平现在房贷的利息是多少那已经降息三次 但是如果说大家借line of credit现在这个prime rate是否也降低了那是选择就更多了对对没错我想我们刚才谈论这些不光是一个八卦啊最主要就是一个还是说有有目的就是说第一个呢我想就是说啊利用这个机会呢能够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整个financial状这个 situation调整一下 呃第二个呢也是呃呃就是说你每个家庭还是你要有一个未来的一个投资方向啊投资计划啊呃你实际上你调整你这个这个财务状况也是说能够呃比如说我真的以后遇到了一个投资的机会那我们能是不是能够马上能够把钱拿出来或者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对实际上这是最主要的嘛因为本身呃贷款来讲应该是最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债务了嗯因为不光是tax啊还有利息啊成本这方面的因素良性债务啊这是一个非常良性的债务呃本身来讲你看嗯现在我们看这个实际上美国经济这这些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啊其实基本上是一定要用这个用钱去去去周转这个整个这个国家的经济嘛你要刺激消费你要刺激公司的这个扩张那么对我们每个家庭来讲也是一样的你要利用到 这个低利息的这个这种这种环境用用银行的钱去帮助自己来赚钱嘛我想这是最主要所以现在就是说呃像这个做15年固定啊或者做这种着急把这房子配清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嗯大家看到这样做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消极的一种非常不拒的哎非常非常被动的一种一种投资当然您可能说我的我我现在快退休了或者说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这种这种 啊期望或怎么样啊就是说太多要我要一定要赚多少钱啊没有这方面呢没有这方面的疑心啊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确实现在就是一个机会能够呃呃抓种机会把你整个自己的财务调整一下因为本身呃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这种虽然我们看呢今年好像利息一直在跌啊但实际上你真正要抓住一个非常好时机lock到最低的利息也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真正低的利息呢 出现往往不是说 这一周或者一个月 这永远是最挑战的一个 mission 没错就像买股票一样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看到 整个这个利息实际上 就是完全跟债势连在一起 债势就像股市一样 每天的trading会造成这种波动 非常的大 所以真正的 据我看 至少这个在一年里 虽然这个利息趋势是降低 但真正涨的时间 比降的时间要多得多 所以这个是大家要注意说 怎么样在这种 这种环境中能够抓住机会 能找到一个好时间去lock 这个话我听得非常的清楚 利息涨的时候 比低的时候要多得多 所以如何让自己 占有优势 那就是自己的application 统统都要准备好 对 就在那守着 守株待兔 在那一段时间 实际上来赶快锁 是吧 对没有错 实际上 这个确实有的时候 像我有些客人可能就是 非常的 这方面非常的 敏感 非常精明 就是说我今天看到的利息 我就把他lock住 之后我等六个月之后再重新做 反正这种比较干脆的人会 会更容易抓住到这个机会 有些时候 犹豫不决的人反而挑不到最低点 对 因为他犹豫嘛 这个是人之 人的一个常性嘛 当这个市场跌的时候 我都想会不会更跌呢 会不会更低呢 他总是有这一方面的这个考虑嘛 我觉得我是一个充分思考 经验也够 也下果断 很容易做决定 但是不一定每次都是正确 但是越老正确的机会越多 对对对 没有错 太妙了 好 我们现在在进工商资讯之前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利息 今天利息呢 30年固定 confirming大概是3.5% 然后15年是3.125 highbalance30年也是3.5% 15年大概是也是3.125% 现在基本非常接近了 jumbo loan的7年arm是3.25% 30年固定是3.625% 这个当然是有些条件限制了 所以呢 因为本身利息来讲 就是说 我们在做refy 基本上是 基本上每 就算是0.125% 我们要去争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 虽然一年好像这个利息都蛮低的 但是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真正focus 每个月 或者说 我正在做的过程中 我就考虑 今天现在这个利息很差 实际上你想想 很差的意思 实际上在从历史上看是不差了 对哦 但是在目前两周来是还是蛮差 所以这就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 一定调整好这个这个心态 首先就是把你的application 拿document都准备好 然后放在agent那边 然后随时的monitor这个市场 是 你基本看的就是 最近一周两周的一个变化 来决定是不是要lock这个利息 是的 现在已经是2019年的11月了 其实自己今年赚的钱 不管是工资也好 或者是1099也好 就是89不离时了 大概都知道自己赚多少了 但是呢 如果在明年 或者在近期 您有这个想法是要买房 卖房做refi 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自己明年报税 应该怎么样了 让自己造成一个 比较强而有力的 buying power的一个人 要贷款 请找andrew b 4087818898 4087818898 或者是andrew at long on time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 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好消息 GMCC推出低利息大额 降波贷款计划 贷款额超过50万到200万 30年固定利率3年5 Cashout也可以 无任何费用 需LTV低于60% 和高于780信用分数 请速电资深贷款专家张力 408-315-9470 408-315-9470 或微信联系 L11-13591 L11-13591 GMCC万通贷款银行 拥有9家分行 遍布南北家 专业高效的运作 灵活多样的贷款方案 与100多家Lending Resources合作 即使大额 江波Long都可因耗自独立审核批准 放款可高至2000万 为客户提供最专业的服务 最优惠的贷款 11月份 Copertino分行开放日 每周五下午2点 飞忙每周三下午2点 Burlingame每周四下午2点 只限贷款经济 必须短信650-996-1982 650-996-1982预约 昌星珠宝 名表珠宝世家 飞升国际 百达斐力 世代相传 由您开始 瑞士欧米加最新限量版名表 Nikimoto 珍珠 银院光泽 典雅高贵 Hearts on Fire 全世界车工 最完美钻石 光芒夺目 肖邦 宝鸡 宝博 宝格力等顶级品牌汇聚 为至爱挑选最称星完美的比物 首选昌星珠宝 Santo City 查询请致电408-983-2688 Rebecca Lim 顶尖房屋买卖团队 十多年来 以资深的经验 和丰富的房源 服务湾区 深得客户亲爱 Rebecca Lim 您房屋买卖的品牌 Rebecca Lim 408-720-6800 408-720-6800 哎 这几年皮肤一直有暗窗 试过很多方式 都没能根治 幸好有朋友介绍我到南湾的 Go4 Day Spa美容中心 现在的皮肤好光滑细嫩呢 Go4 Day Spa还有多种方式治疗各种色斑 去质 抗皱美白的疗程 配合最新的仪器 最优质的产品 最佳的服务 今天就致电到南湾的Go4 Day Spa 电话号码408-861-0886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Andre你好 赵老您好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现在还是 Cash Out的好时机 因为利息低的关系 对 Cash Out出来这个钱 总是要有一个更好的出处 那我相信我们戏谷的聪明人 一定是这样想的 房价现在又略低 那正是Cash Out的钱再去买别的 Investment Property的时候 对没有错 其实现在我更多的客人 还是做Cash Out比较多 这个特别是你要把这个 Equity拿出来 投资在其他地方 而且你看到这个 这个联储局减息减息啊 实际上这就一个变相的 这个像市场 这个变相印钞票嘛 那那未来来讲 那这个货币贬值 这是在所难免的嘛 那那你你你如果说你这个钱留在Equity里面 这个真的效率就比较低了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拿把钱拿了去投资 当然这个投资 确实很多选择了 这个不动产方面 当然你是要在湾区啊 还是在加州 还是去其他州 这个确实很多的选择 这个大家要要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你要了解 你要投资的地区了 安如你主张有一个说法是说买房子出租房 不要离自己开车超过两小时以外 你是这样子的奉行者吗 呃我是了 当然也有例外了 像像我又在像夏威夷买房 那个那个投资回报相当不错的 投资回报对 呃然后物业又升职啊 然后这个呃我也不用担心有有管理的嘛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不能说千篇余虑的要看了 对啊 哎所以这个 那像夏威夷因为是国际的旅游观光景点 所以他有他的优势 对可能那个location也是你们精挑细选的 对所以我想就是说我们常说这个房间投资loc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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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意义呢 并不在并不简单的说哦 你一定要选好的location或者选这个有有潜力location 我觉得最主要有一个呃可能是我们我看到蛮多朋友比较忽略 就是说location意思就是说房间投资来讲 不同地区有不同投资的这种理念是不一样的 呃你不能拿一个拿加州的这个投资理念去去其他州去买房 这个我常常听到就是比如说 外州的这个router讲说你这个加州人呢 虽然这个钱比较多 呃但是好像并不太精明 到我们这来这个呃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意思 倒不是真的我们不精明 而是说我们往往用我们加州买房的习惯去外州去买房 哎这个有意思 哎对这个你就变成说非常呃 让当地人看起来就真的变成是不够不够精明 有很多地区 比如我们加州这个这个轻易都加个5%10% 在外州来讲这个有些地区这是很多的 有些时候 你你明明可以这个低于asking price去买 但是你经不住这个router给你忽悠 哎对你一下变成加加钱上去 哎呦那这真是被人家当笨蛋看了 哎对还有很多我们习惯哎 这个好区咱们就一下买几套 哎哎哎哎哎呃 确实这个这个呃这个就说你我我建议呢 我并不知道就说你去投资这个州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好的这个投资 但你最重要你还是了解当地的当地的这种投资习惯啊 当地的这种投资理念 因为很多地方虽然便宜 但你要知道呃美国经济在经历的十几年上升期以后 如果这个地区的房子还非常便宜的话 那一定是说他未来的这个这个这个潜力也不大了 嗯对那不能说经济好的时候他不涨 经济不好的时候他变成涨嘛 哎不可能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要注意 不是说啊这个地方很便宜的 那我就就就去赶快多买几套 真的 呃另外一个就是你要一定要把投资成本考进去考虑进去 就是像您刚才讲的这个软头的地区不要离太远 最主要一个就是成本的问题 对 因为呃本身时候你你呃如果说你比如像像如果你投资一个像那种像hotel的这种apartment和condo 这这这个比较比较容易打理 嗯基本每个月分多少percentage这个软头income 对 但如果你是这种自呃自己的这种呃单单独的这种你要找这个呃管理人去管的话这个问题就很多了 因为本身像有些地区啊这个房子便宜通常意味着租客的水准也比较低 嗯啊特别像美国有些这个比如是呃吸毒的人啊或者说没有工作的人啊或者说工作不稳定的人啊 这些人租的租进去以后你会发觉非常非常的麻烦你想赶他走都不容易 真的是这个这种痛苦我也有过经验对这就是呃这就你就不能简单的算哦我一个月一千块我一年一定能能拿到一万两千块了对不对这个中间可能这个折扣会会很大很大的对 嗯这个是买比较远的物业啊我们比必须要明白不同的地方说不定property tax也不一样 嗯然后那个地方的工作呃也不一样工作的分布要来租的人大概willing to pay how much我们都不大熟悉 对呃所以这个还是要考虑再三对但是在加州的人呢可能就觉得买拉斯维加斯啦买哈娃伊啦是觉得比较妥当的事情 呃我觉得哈娃拉斯维加斯还是现在你要考虑跟啊哈娃伊还有点非常不一样 是什么呢呃因为这个首先来讲这个拉斯维加斯你要知道hotel会占很大的这种会把很多的租客这个租员哦带走嘛带走对不对因为hotel现在是为了去赌钱嘛对不对所以他会offer很低的好多special 哎去那人也是为了赌钱嘛对不对然后去看一些show啊对那所以来讲当地的rental market来讲呃这种short term rental就会非常受局限就不像夏威夷啦夏威夷的后面 是会有一些生意被抢走但是多数人还是找这个比较合适价钱比较合适的这种rental嘛呃第二个就是夏威夷的这个土地资源这个还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岛嘛 拉斯维加斯还是呃满满这个这个土地资源非常丰富的第三个就是呃当地人来讲这个拉斯维加斯当地的人的收入如果你只因为它没有太多高收入的这种资产业去支持 多数都是这种中低收入的 多数都是这些人的这个薪水呃有限有限就是他基本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真正的这种实在的收入并不是太高了所以这个就大家这个投资的时候最主要考虑的就是当地人的收入和经常去那人的收入是什么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状况 嗯呀所以这个nature of 一个地方也会影响到自己是否应该在某个地方买买出租房真正的目的是什么 对如果说买一些比较便宜的是出租给在那边做事的人嗯这个比买一个房子想要用timeshare来跟casino的hotel抢生意嗯要来的容易的多 对没有错嗯那听说最近的房价在某一些地区比较下降那请您给我们呃湾区的听众朋友们投资朋友们分析一下明年的贷款的市场还有明年的经济如何影响到房地产的市场呢 好我觉得今年这个房房价的这个感觉上下跌其实是因为去年涨了太多了嗯对我一直这样忍一下很多像snelsage这些地区啊呃去年你可以看到突然间这个涨百分之二十三十percent上去啊就是短短一年的时间这个确实太快那今年实际上是一个correction嘛所以这个呃这个correction就是说buyer会突然觉得说哦这个房子并不值这么多钱啊比如一个一个condo没有学区的condo你能卖 到一百三十万一百四十万这就非常非常不合理了呃另外一个就是这个seller也慢慢的去adjust说今年已经不是二零一八年了现在市场是slow down的时候就是你要开始调整你的这个expectation呃放价钱就要放比较合理一些嘛呃对明年来讲当然这个那从现在美国经济状况应该感觉还不错了所以我想还会持续下去因为现在呃我觉得美国有一个非常 大的这个优势就是它控制整个全球全球的这种金融市场嗯也就是说美联储局实际上比其他比中国比比其他欧盟的这些中央银行的这个这个这个能力会更强一些因为它控制是整个美元嘛所以这个来讲我我相信美国经济呃你不管实际的状况怎么样这个明年来讲还应该还会股市啊 各方面应该还是还是还是还应该不错了嗯嗯嗯所以2020年可能还是一个牛市的延续对还会延续下去啊因为现在你看这个联储局还是蛮多的方式因为现在这个联储这个fair rate嗯federal这个rateprime rate还是还是比较高嘛它还有很多空间在去降嘛嗯嗯嗯嗯然后我们看现在这个呃 你整个经济来看你只要消费上去了呃只要这个美西美国这些大公司不断有些idea出来这个基本再赚个几年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对对供需问题对对对对所有的发明还不能够完全满足生活所需那就是还有继续繁荣下去的机会对好感谢安主要找到安主呃就讨论自己的贷款问题 请致电40878188987818898或者是电邮andrewatlongontime.com感谢你好谢谢大家听众朋友今天晚上财经天地的节目到此结束我是周乐祝您晚安明晚今晚电台节目由范语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助 请不吝点赞助订阅 请不吝点赞助